星果宇文新闻 张慧美 因为在内地 现在收视于最高的节目 就是这个中国好声音 相信大家在台湾 其实都有看到 因为很精彩 就每一个歌手都是失利派的 终于到了总决赛 就在9月30号 那总决赛超级厉害的 当然要请到一个神秘嘉宾 就是张慧美 就是阿妹是免费演出 不过呢 却被网友说胖 到底真的胖吗 我们来看一下 让我们掌声有请 阿妹张慧美 Hello 很想知道你情况 天后阿妹 昨晚现身上海八万人体育场 为中国最夯选秀节目 中国好声音总冠军赛 担任加油大使 这阿妹是评审 娜英和哈林的好朋友 爽快答应演出 不受酬劳 好朋友做到底啦 我最亲爱的 你过得怎么样 没我的日子 你别来无恙 阿妹唱得好好听哦 但听着听着 中国网络吴婷说出 阿妹你怎么了 甚至怀疑是不是五星啊 喂 阿妹演唱抽了可说是百万集的 这无仇演出 身材还要被写呢 也是有网友只关注阿妹的声音啦 阿妹唱功又上去了 说奉自如超有穿透力 四位导师我今天 你们会选我吗 哈林会选你 我选你 中国好声音节目 由刘欢 杨坤 哈林和娜英 四位歌手当评审导师 每位导师带领自己的队员PK咯 让我一次爱你狗 给你我所有 You sing 让我一次爱你狗 现在的以后 长长的也不足去面对 我不想听见你爱上了谁 最后由哈林组的五摸虫 和那一组的梁博进入最后决战 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 在心意里面擦起你的承诺 爱情 在最后的决赛区 哈林都听得热泪瘫了 希望你能够知道 你对我的意义 梁博沙哑稳重的嗓音 也感动娜姐 你用心灵在唱 你用灵魂在唱 直接扎到我的骨头里 骄傲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恭喜 梁博 2012年度 中国好声音 耐营的骄傲 梁博最终以现场八万人投票 百分之五十七的支持率 以及媒体评审团留存票数 拿下冠军 昨晚决赛估计吸引超过两亿人观看 苹果我们的新闻 红到翻了 不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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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